据说,某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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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说,原常委 直接就在那天二十大午完出来以后 给几个人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 是所有出乎人的预料之中 他说应该也包括近平,习近平 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发酵 应该是在明年 后果很严重啊 后果很严重啊 这个常委还长点脑子 跟我很熟啊,跟我很熟啊 他为啥说到明年 是吧 大家,你们不懂,到时间我告诉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